到延安想起贺敬之先生的回延安 米酒油膜木炭火 团团围定炕上座 贺敬之和很多很多的诗人战士 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年代 他们在延安 点亮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所以延安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所以回延安的时候 他们也带着乡愁 所以无论是不是延安人 我觉得延安是中国人精神的一个故乡 包括贺敬之先生在后来也写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包塔山